感恩尊敬的鲁台长 你好 你好 我是1951年 1951年 属兔的 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体状况 老先生你的血压不好 血压高 心脏不好 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 还有你的肾脏不好 明白吗 明白 讲的对不对了 对 对 我告诉你 你一辈子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做的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 你赚钱是靠不到别人 都是靠自己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现在 心血管系统问题很大 你必须要把你的心脏保护好 明白了吗 还有你年轻的时候有喝酒 没有 没有啊 从来地球不胀 你的肝不好 肝啊 你的肝很差 你的肝现在硬化 不是吧 听得懂吗 听得听懂 所以你浑身无力啊 没有力气啊 其他地方你看有没有毛病 我看看你年轻的时候喝酒 喝过 还说没喝过 低酒不沾的 低酒不沾 你年轻的时候喝过 从来 哎 老先生啊 我都看到了 哎呀 那跟几个小青年呢 还有我的肺部有没有问题 学校里赖都赖不掉的 跟你说 还低酒不沾呢 那是后来 年轻的时候喝过 还有第二个问题 老先生 你听我讲 你的肾脏 有一个不工作 腰啊 腰子啊 有两个肾脏 有一个腰子不工作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的腰痛得很厉害 你的小便不好 泌尿系统不好 你现在是前立腺 有问题 明白吗 我的肺部有没有问题 那右肺 偏上的地方 全是黑的 不工作 对你自己咳嗽 觉得难受 有时候呼吸有点困难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老伯伯我告诉你 你要不是上辈子有修啊 你自己知道 两年前 你有一个很大的结 嗯 差点过不来 嗯 送到医院去了 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 有没有啊 有是的 嗯 好了 那么现在 我现在我主要的问题 就是肺部的问题 肺部的问题 肺部不会让你死的 你最后死的是死于心脏病 我就跟你讲了 你从现在开始吃单身片可以不可以啊 单身片 嗯 可以吧 可以 每天吃三次 老先生保你老命的 明白吗 明白 哎 我看你血糖都有点高啊 血糖 嗯 特别当心啊 而且老先生 你相信不相信台长啊 他相信 你相信就好 你不相信我马上把你家谱都讲出来 因为你的婚姻运很麻烦的 嘿嘿嘿嘿 算了 老师我就不讲了 那么我今后的这个这个功课应该怎么做 啊 功课 大悲咒 每天念 如果你现在还没查出癌症的话 你每天念四十九遍 台长可以包你不生癌症 好吧 信经念十七遍 礼佛念三遍 嗯 还有许个愿 初一十五吃素 永远不吃活的海鲜 嗯 可以了 假如查出有癌症呢 如果你现在没有 我现在给你看看 还是可以的 如果查出来有癌症的话 老先生啊 就说明你已经有了 嗯 你现在只要是好人不动坏脑筋 不去杀生的话 你四十九遍一天 台长包你不生癌症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好 不要啊 不要不要去吃了 活的海鲜很伤身体的 而且会会让你得癌症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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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 好嘞 好嘞